我們也請Sam可以先到前面這邊做下一位的準備 好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小謝 看下頭影片 就是用阿梅語報告 然後我們會跟大家介紹一個阿梅語的字 然後這個就是花蓮 ガリング 那它是從日文來的 就是阿梅語裡面有一些台語來的字 或是日文來的字 那這原因是因為日治時期的時候 1895年底開始 本來這一塊是算台東廳 就是台東含花蓮 所以花蓮是花蓮港直廳 那1909年的時候改成花蓮港廳 那所以他們就會稱這裡是花蓮港 對 日文是 ガリング 那你轉成阿梅語的音就會變成 ガリング 然後大家如果搭火車下來的話 其實火車在花東這一帶都會講阿梅語 你們會聽到這一句 那你到其他就是 其實它每一站停的時候 它都會講阿梅語 就是即將到站跟 應該是應該是抵達跟 就是開車都會都會講 那我們今天想要徵求小幫手就是 我們今天主要有兩件事情想做 一個是我們想要把 阿梅語盟點的網站做一個改版 那現在的網站 就是跟上面畫圖的樣子 差的還蠻多的 就是長相會差蠻多的 那其實從介面到整個後面程式的調整 我們都想要做一些變化 所以在想說是可以找縣政府的補助 那如果說有文化局或者是相關的縣府朋友知道怎麼進行的話 可以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那另外一個是打拼最近在做這個開放資料中的原住民數據 那有些數據就會不太確定要怎麼解釋 像以這張圖來舉例 103年的時候 你看一般學生跟原住民學生的差距是1720人 原住民學生少1720人 可是你到110年的時候 差距剩下203人 就變成一般生跟原住民的差距反而縮小了 但這個跟想像中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想要來研究一下這些數據資料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分析 那快速講一下 就是其實我是漢人 我不是阿妹族 拉拼是阿妹族 那他外婆家剛好在災區域裡 然後最近在做原住民數據開放資料研究 然後我上面貼了幾個 就是在這邊附近推薦大家吃的食物 然後有揪一個晚餐 如果大家晚餐有興趣的話我們可以一起去 對 好 然後 謝謝小謝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